所以那接下来要不这样吧 咱把这个 先生和孩子都请上舞台 好不好 好 来 掌声有请 说到这儿 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 陪丈母娘去游乐园 都玩什么 丈母娘既高兴还不危险 过上车 过上车 让她印象深刻 摇晕了再说是吧 对 晕了 话说回来 然后刚才我们也聊了嘛 因为你太太其实是 可你是 等于也是青梅竹马 在一起很久了 所以无论她是长发还是短发 她在你心中 永远是那个小妹妹 对吗 我当然还希望她留长头发 但是呢 我还尊重她选择 她不管长头发也好 短头发也好 她主要是喜欢 那我就尊重她选择 其实我觉得 娶我这样的短发老婆 好处还是很多的呀 首先化妆品护肤品 我从不买 省下多大一匹 然后我们两个买衣服 永远都只买男装 对 然后新的是我的 旧的是她的 所以我很久没买过新衣服 挺有意思的 说起来你还挺骄傲的 是吗 起码省钱 她买衣服的时候 她都会争取我的意见 你觉得好看吗 我说还可以 那行 我就买了 对 主要她穿着好看就行 因为我穿什么都行 都好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